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向中原的大门把目标投向了韩国 秦军的虎视眈眈令韩王坐卧不安 无奈的韩王立即派出使臣赶往魏国 希望联合魏国一起抗秦 韩魏两国本就有着同盟关系 魏王深知纯王齿寒的道理 面对共同的敌人 魏王并没有做必上官 随即命大将公孙喜领兵前去驻战 双方的军队相遇在一缺附近 新城之战中 展露头角的白起 带领秦国部组韩魏联军半数的兵力 对抗韩魏二十四万兵力 一缺之战一触即发 究竟鹿似谁手 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呢 提起河南省洛阳市的龙门 很多人会想到举世闻名的龙门石窟风景区 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虽阳帝定度洛阳以前 龙门一带因龙门山和香山两山对峙 衣水流于其中 望之若缺而被形象地称为一缺 战国时期 一缺一带的山地正是韩魏两国的西方屏障 是两国首遇必争之地 今天的伊合依然静静地流淌着 两岸风光秀丽 我们无法想象两千三百多年前 就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场惊天杀戮 公元前296年 楚怀王刻死秦国之后 楚国新军出力 楚清湘王并没有急于复仇的计划 楚国的安分 使得秦国可以安心施展东出中原的计划 秦国向东方发展 首当其冲的就是韩魏两国 因为韩魏两国和秦国山水相连 边界挨得是非常的紧密 所以秦国向东方蝉食 首先是这两个国家 那么三境当中 赵国相对来说和秦国的距离还稍微远一点 同时韩魏两国的主要的领土 都在河南山西这一带 等于说卡的还是秦国向东方发展的大门 那么秦国要打开这扇大门 要打的是谁 就是韩国就是魏国 无论是初登王位的秦昭王 还是初出茅庐的白起 每个人的才能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 秦昭王初年 旧父魏冉在内政外交上辅佐秦昭王处理正式国事 秦国上下秩序井然 魏冉对人才的重用 也被秦国的崛起起到了助推作用 白起正是在魏冉的举荐之下走进了秦王宫 走上了属于他的战争舞台 我们说魏冉这个人 他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任人为亲的人 他也是一个能够慧眼实财的人 他对白起也是有充分的信任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秦国用人 他一个特点就是不拘一格 发现有人才 可以迅速的采取跳跃式的提升 加以重用 面对眼前略显青涩的白起 秦正不久的秦昭王 似乎并没有看出其出色之处 他更没有想到眼前的白起 日后会成为令六国胆寒的汉将 但他相信旧父识人的眼光 白起在这场战争之前 刚刚出现在人们面前不久 刚刚被魏冉推出来做一个将领 他在魏冉的推荐之下走上了战场 在此之前已经取得了一点小的胜利 一缺之战这个时期他依然还是秦昭王在位的前起 未然在当时的政局当中还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公元前293年的一天 一缺的山谷响起了两军对战的厮杀声 战场上的秦兵在白起的统帅下士气高昂 死在他们手下的韩卫士兵几乎伸手一出 一缺这个地形是非常显要的 因为两山加一水 可以说这是控制了当时东西方交通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所以的话呢 你看无论说是楚庄王问鼎 还是说秦国向东发展 一缺都是必经之路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缺之战的发生也带有着一定的必然性 战国时期的战争已不同于春秋时期 在铁与血的较量中 乍数代替了理性 战争的目的不再是小打小闹的争霸以扬国威 而是掠夺对方的人口 消灭对方的有生兵力 最终兼并他国 称霸天下 一缺这一战 韩卫兵力24万 白旗是怎样带领不足韩卫联军半数的兵力 与其对抗 创下一个传奇的呢 秦昭王统治时期 战争对于秦军而言 不仅是争承夺地 而是要进一步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从兵源上瓦解敌人 秦国在经过商鞅变法之后 军功绝制地施行 促使秦国选拔训练出了一批精锐之师 被世人称为瑞士 瑞士体魄强壮 剑术超凡 而且精通各种战术 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战场上 敌人的首级对于这些瑞士来说 正是他们爵位晋升的筹码 斩杀的敌人越多 爵位晋升越高 沙阳所确立的二十等爵 它晋升的标准是什么 它的标准只有一个 军功 一定的爵位就意味着一定的经济特权 就意味着一定的政治特权 在这样的一种利益的引导之下 所以秦国上下呀 是都有一种对于战争的渴望 因为战争对于秦人来讲意味着利益 点击里面记载一旦说 国王下令要打仗了 妻子会勉励丈夫 这次出去好好干 父母会勉励儿子 这次打出个样子来 那么这显然与这个二十等爵志的这种刺激 这种激励是有很大关系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白起从一个小兵一步步铸造成了神勇的将军 他所统帅的每一战都是歼灭战 从士兵到将军 他以兵戈为豪 鲜血为木 黄沙作茧 倾其一生输就了一个冰冷的沙子 后人评价白起是战神 亦是屠夫 这样一位略带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的出现如平地一声惊雷 一名惊人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 对白起的记载是他作为一名秦将 所参加的一次次征伐战争 一次次惊人的屠杀数字 沉睡的历史展现在世人眼前的 也只是一个让人波澜不惊的故事 正如令白起一战成名的一缺之战 战争的残酷性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一缺为韩魏门户 两山对峙 地形狭长 地势显耀 这里一旦失守 秦国的虎狼之师 便可以长驱直入中原腹地 此次秦军与韩魏联军三十多万士兵 要在这里展开攻势 韩魏人数的优势 似乎少了施展的空间 联军以魏国大将公孙喜为主帅 公孙喜又叫西武 是战国中后期魏国重要的军事将领 自魏襄王五年屡战沙场 败敌无数 早已成为战国时期魏国的名将 在一缺之战中 虽是协助韩国抗秦 却担任联军的主将一职 其军事才能可见一斑 这也是韩魏两军 并没有把初出茅庐的白起 放在眼里的原因 韩魏联军一开始是占优势的 首先来讲在人数上双方都是不对等的 韩魏联军二十四万 而秦军不到韩魏联军的一半 其次韩魏联军以意待劳 秦军远道而来 所以在战场当时战场的形势 秦军一开始胜算并不大 白起带兵进入洛阳地界后 派人侦查了韩魏联军的部署 面对韩魏二十四万精兵 白起一时不知从何入手 才能打赢这场仗 《寻子》中曾记载 齐国的寄机不能战胜魏国的武族 魏国的武族不能战胜秦国的瑞士 对于魏国的兵力 白起早有耳闻 他深知魏武族的实力不容小觑 可以说是当时部战士兵 最为精锐和彪悍的 从《寻子》《义兵》篇中 记载的魏武族的选拔条件来看 身穿三套雍身甲 能拉开十二弹的弩 背着五十支剑 肩上扛着割 头戴盔帽 腰挂利剑 戴三天的干粮 半天急行一百里 还能立即投入激战的 才算合格 战国时期 最先强盛起来的国家 其实还不是秦国 最先强盛起来的国家 其实是魏国 魏国一度东征西讨 但是魏国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不太合适 它处在中原之地 它一兴盛起来之后 周围一圈人到处乱打它一个 所以它强盛了不起点 但是我们要知道 魏军的战斗力 其实是不能小觑的 面对魏国 这样的重甲军队来说 白旗所带的兵 除了一小队瑞士 披甲带盔作战外 多数的士兵 正如今天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 陶俑一样 头戴小方巾 身穿轻甲上阵 虽不利于防护 但能够快速出击 在白旗看来 秦军的机动灵活 或许可以对付魏军的 笨重迟缓 但是秦军要以现有的兵力 直接对抗 韩卫二十四万联军 敌我力量的悬殊 胜负似乎没有悬念 韩卫联军到达一缺之后 占据要地 巨险固守 在主帅公孙喜看来 秦二十四万代甲之士 攻击远道而来的十万多秦兵 秦军势必不敌 即使坚守不战 等到秦军粮草不济 退兵西去 联军事实尾随攻击 也可取胜 纵使不攻城掠地 也能守住一缺 这个军事要地 无论怎样 韩卫都可以轻而易举地 打赢这场战争 因此 韩卫并没有急于 向秦国发兵 这恰恰给白起 留下了足够的时间 去思考如何应战 孙子兵法中说 十倍余敌就包围歼灭他 五倍余敌就攻击他 一倍余敌 就要想办法分散敌军的兵力 形成局部优势 兵力处于劣势 要尽量脱离战斗 逼其锋芒 对于这场叙事待发的战争 白起查看地形之后发现 如果两军在狭长的山谷中相遇 斩不开阵势 只能正面作战 有少数前锋部队交锋 兵力分散难以指挥 十万多秦军 难敌二十四万联军 秦军要扭转战局 几乎不可能 面对声势浩大的韩卫联军 白起正一筹莫展时 传来了前方打探到的消息 韩卫两军虽已驻扎在 一缺的山谷中 但并没有立即作战的迹象 韩卫联军的安静 加上迟迟不肯先出战 让白起有些疑惑 他开始怀疑 本就互不同熟的两军 也许在互相观望 各自都试图保存自己的实力 看似联军 实则貌合审理 敌我对战 可能瞬息万变 赢得时间 对于白起来说 或许就赢了战争 白起果断地 相信了自己的猜想 趁对方群寻犹豫之时 审视夺势 随即决定派出一队疑兵 打出无数惊奇 击鼓呐喊 制造出人废马轩的假象 牵制韩军 白起亲自带领主力 绕到魏军后方攻击魏军 他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分散联军的优势兵力 形成局部优势或对等的形式 然后各个击破 当韩军注意力 都集中在 宜兵制造出的假象时 白起带领秦军瑞士主力 从衣川境内翻山越岭 悄悄绕道进衣川白远 山呼海啸般直扑魏军而来 各个击破对于白起来说 是个考验 他大胆的战略计划 让秦军有了战胜的转机 宜兵令韩军不知虚实 只好严阵以待 前方没有动静 后方的卫军开始懈怠毫无防备 在他们看来 一缺的狭长地形 不易展开阵势巧攻 只能冲锋作战 前方有韩军抵挡 即使战争开始 也要将韩军消灭 才能打到卫军 就在后方卫军 松懈防守之时 白起突然带兵杀到 营外的厮杀声 似乎并没有让韩卫联军主帅 公孙喜感到慌乱 作为一名酒精沙场的老将 他似乎早已预料到 会发生什么 只是没有想到 秦军来得这么迅速 魏军被迫仓促应战 在这个时候 魏军向韩军求救 韩军他觉得 魏军还可能能撑得住 另外一方面 他觉得我这面前压力也很大 我这面前是主力 他没有说去营救魏军 我们可以看到 你面前是不是主力 你打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他也没有主动出击 秦军素有虎狼之师的称号 他们地处偏远的西部边陲 长期跟少数民族作战 养成了凶狠强悍的风格 商扬变法之后 秦军赏罚分明 奖励标准清楚 奖罚细则严酷 种种因素决定了 他们一旦拿起刀剑上了战场 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生命 而是凶猛如虎狼的战士 就在韩军换过绳后准备支援时 才发现后方的魏军已被击溃 主帅公孙喜被俘 韩军被秦军两面夹击 强弩和弓箭无法施展 只有短兵相接 最终溃败 秦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战斗力 我觉得也得益于秦国上下 他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军工生产体制 我们从秦军王兵马俑里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秦军的兵器 它是长的短的 远攻的 进手的 是非常的准备席犬 他有一系列比较科学合理的编制 使得士兵们得以有效地被组织起来 尽可能多地去发挥士兵们的合力 去完成战争的胜利 秦军在这场不足对方半数支兵的战争中 歼灭韩卫联军24万兵力 攻占一缺后 趁势夺取孙喜 并没有屈服 史书中记载 白起怒而起 杀西武于新城 公孙喜这样一位战场上的老将 面对一缺之战的惨败 以无言面对24万士兵的惨死 唯有一死 才能彰显他将军的气节 今天的龙门已成了人们旅游的胜地 两岸青山绿树 祥和安宁 静静的伊河 依旧温婉地流淌着 民间所言 闪人白起入伊洛 尸骨成山 血成河的场面 也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一缺一战后 韩魏两国一蹶不振 被迫割地求和 白起被晋升为国位 开启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东征历程 而韩魏两国从此门户大开 秦国更是以不可抗欲之势 继续向中原扩张 开启了横扫天下 称霸中原的道路